身上不是坐在动物 所以这间大学就找20位自愿者 这20位是长期抽烟喝酒的 一天最少抽10根烟 喝酒差不多是600ml的那个啤酒 然后我们抽他的血来化验的时候 发现到他血液的毒素很高 不过这一组人他同意 就是早晚喝两杯 每一天照抽烟照喝酒 只是早晚加两杯两杯 一共是四杯 过了一个月后我们叫他倒回来 这一组人叫他倒回来 我们的大学就在抽他们的血来化验 发现到他们血液的有毒自由基减少36% 三个月后减少51% 哇这个是一个突破性的研究 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抽烟喝酒毒素还可以减少51% 不只是这样他们也发现到这一组人体内的天然抗氧化增加255% 我们的肝脏是排毒的 如果毒素太高 我们肝脏的细胞就会死亡 所以我们身体就会产生这两种 SOD跟GSH 他发现到这一组人体内的 SOD跟GSH 提高了255% 所以总体来讲 他绝对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所以我有一个video就是可以正视它可以保护你的肝脏 我们拿这个基干来做测试 这个video是由Unilever本身在研究所所研究的 所以我们拿很新鲜的基干来做测试 我们每一天在伤害我们的肝脏 包括什么 切少运动 吃药 然后吃那些高糖分 高脂肪的食物 所以我们拿很新鲜的基干来做实验 然后我们拿酒精 酒精是高达95% 为什么要拿酒精 酒精就代表毒素 毒素是来自哪里 空气污染 水源污染 食物污染 或者你体内 或者你有压力 你体内就会产生很多毒素 无形中 它慢慢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然后我们的肝脏 是没有神经线的 如果你有一天 你咽出来 不是硬化 就是末期了的 所以我们绝对是要注意我们的肝脏 是不是熟掉 95%的酒精 什么肝 蒸下去一定熟的 过后我们就 把这些鸡肝 蒸在不同的果汁 然后我们再蒸酒精 看哪一个可以包袱 所以我们一定要照顾我们的肝脏 这个就是我们的Market Plus 这个是什么 M什么V的 有19种Berry 这个什么B什么hip的 它也是有Market Berry 所以我们蒸下去过后 给它吸收果汁的精华 然后我们再蒸酒精 看哪一个可以包袱 把它蒸在这个果汁 我们也是同样的蒸5分钟 蒸了5分钟过后 单单这个实验 我们也看得到 我们的果汁 是比较容易被细胞吸收 所以它看起来也是比较新鲜 其他两个就是 颜色比较差了的 就是吸收能力很差 吸收了果汁的精华 我们再蒸95%的酒精 看哪一个可以包袱 这个是工业酒精的 很浓的 酒精就代表什么 空气污染 水盐污染 你身体有压力 就会产生毒素 无形中 它就会伤害我们的肝脏 也是蒸5分钟 看看什么情况会出现 咱们 Erin ρ 叶 M 这 牛 感谢观看